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愛你們的小編,奇 精子對於很多生物來說非常之重要 因為有了它,才可以跟卵子結合形成瘦精卵,令生命延續下去 不過,除了傳宗接代之外,原來精子還有治療癌症的效果 根據MIT Technology Review裡的報導指出 原來精子是可以成為運輸藥物的載體,將藥物運送到癌細胞裏 有效應用於苦科癌症的治療,絕對是雷性的一物 德國科學家以公學的精子來做了實驗 先將這些精子放置在一些活性藥物之中 等到精子吸收藥物的成份之後,透過池底的牽引 將治癌癌症藥物引到癌細胞裏面 另一種治療的方法不會引起免疫系統的反應 亦都不會造成其他的不適 更加不會危害到患者其他正常的細胞 因此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醫療機構關注 但今次實驗用的是公學的精子 如果要用人類男性的精子的話 精子的數量、藥制、製量等等的問題都需要再研究解決 消息一出之後,很多網友都紛紛留言表示 如果直接喝下去的話可不可以治理到口可癌呢? 或者說早點說,下次我留給你做實驗 那用人類的精子會不會令到女生懷孕呢? 不過,其實這一項實驗主要針對的是 許多女性羅患苦科疾病 或者好像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或者兩層癌等等 如果實驗差有成果的話,對女性絕對有一個好消息 至於治療的過程用什麼,似乎就不太重要了 然後再見到家庭的消息 然後再見到家庭的活動 另外再見到家庭的消息 設計樂 還有些消息 看看 沒有消息 有些消息 病 searching 第三者 ец